醉有的意思 有沒有 肩放鬆 跟著那個醉走 跟著那個醉 你肩越鬆 前面越重 手肘再沉 手肘不要提 手肘下去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他叫做 沉間醉 醉走 那個力量在走的醉 沉沒有醉重 醉是表示有一個重 很重的 那個叫做醉 趁陀在裡面那個叫做醉 看到了嗎 啊 要注意沉間醉走 坐腕 坐腕他是跟著醉 跟著醉走來 來來來的 所以手肘很重要 你手肘一伸直沒有了 手肘伸直沒有了 啊 醉 醉他一醉下去 手肘一醉 尖被拉開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最主要能夠把尖拉開 這個醉才有用 你剛才那個放著有沒有把尖拉開 你再放 你要尖鬆掉 你那個重量要把它尖 不是啦 手肘 你這個會用 會用錯的力量 你這樣輕嘛 你當然長著重 當然是這樣重啊 好 不要掉 在這邊 所以尖鬆掉 不要縮 不要縮 手肘 手肘 手肘拖 鬆 不要彎 讓他把尖往外帶 尖鬆掉 尖鬆掉 不行這樣 你看 你們看 這個肘啊 你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這個樣子 你這個樣子沒有了 力量回來了 沒有了 是不是 他醉是 往下 你看 是 往下 往前 往下 往前 才有醉 往下 沒有醉 彎曲 沒有了 有沒有懂 往下 往前 往下 往前 肩膀才會開 你來摸我肩膀 摸我肩膀 你看 我肩膀這樣 我如果只是這個樣子 肩膀的合住 是不是 我必須讓他醉 什麼 這個手肘是 往下 往前 這樣子 他是不是才開 這樣子 讓這個重量變真 來 往前去的 往下 往前 所以 曾經醉走的這個醉 這個醉 不是彎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沒有醉 他是 這樣子 他是 這樣子 他是 這樣子 這樣子 才有醉 這樣 才有醉 這樣才有醉 這樣才有醉 這樣 沒有醉 這樣沒有醉 有沒有 所以 手臂的重量是 往下落 不要讓他落 是落而滑 滑出去 落滑 滑出去 落一半 讓他滑 滑往前 不要推 不要推 鬆的 往前滑 不要推 放掉 本來要落 本來要落下來了 你手 放掉 讓他落下來 再抬起來 放掉 再來 從肩放 對 好 放一半 手手手一滑 放一半 手手往前一滑 肩肩肩肩肩就開了 一滑 滑 一滑 對 滑出去 這件筋就出來了 可以嗎 你會嗎